而其实我们再来看看也是很红的一种投资行为 只不过要看看您对艺术鉴赏的眼眶如何了 不像有些人砸钱合资 是要做一些房产或股票的投资 他们所买的是画 这些名画不是由一个人出资购买 而是下大家所出的钱就没有那么多了 不过就像是土地的十分一样 一幅画买了多少钱各自十分几分之几 在这里都是可以白纸黑字的名文规定的 而到底这样子的合资买化投资行为 可以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对于你的鉴赏眼光也是一大考验 以我们所要讲的这个例子为例 这几个同号在过去 两年前十个人凑了四百块买张大千的话 而一郎说两年的时间过去 当年的四百万现在增值应该有到两千万了 等于是一个人可以现赚一百六十万 当然合资买化之后这些化要放在哪里 最了解是由一郎帮你保管 不过如果家中有需求 例如说需要宴客或者是开放参观的时候 也可以拿回家挂个几天 按密码打开保险箱 前来布盒里头装的是价值两千万的张大千名画 慢慢摊开欣赏 谁这么大手笔买下这幅牡丹盒卷 其实是十个投资客一起凑钱买的 这是新兴的投资方式 合股投资买名画怎么赚 以这幅张大千画作为例 两年前在拍卖会上花了四百万新台币买来 十个人一人出四十万 拍卖公司说现在这幅画价值变成两千万 如果卖出去增值所得十等份评分 一人拿回两百万 只是放在库房里面 常常会拿到投资者家里 让他们很近距离的来欣赏这幅画 其中一名收藏家就是新竹市议会副议长 他看准投资艺术不会贬值 像这个法郎才小子气 08年以170万购入 四年后价格翻六倍 去年苏富比拍卖力四款 喊价一千一百万 名画古画 早就有一定的市场行情 价格只升不降 但其实也有风险 投资名画需要等待 不像股票房子可以马上脱手变现 而且就算是去知名的拍卖会挖宝 也可能花上千万 结果买到一幅雁品 说真的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九 我们看到的都是雁品或者是不对的东西 有心被骗 投资客委托一郎经营 也借此保证 每件艺术品从投资者家中回来时 不会被礼貌欢太子 还有艺术顾问鉴定真伪 小心翼翼 保护口中价值连城的艺术品 其实也是替自己看紧荷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合资买名画看起来只要眼光够精准 而且可以买到真品的话 确实是有投资增值的价值 而另外一种方式则是直接的选择 他们认为有潜力的艺术家来进行包养 当然包养是开玩笑的 并不是这么样的难听 但意思就是说 对于这些有潜力的艺术家 像是画家或是雕刻家等等 每一年给他们一定的生活跟材料费用 例如说每年给个一千万左右 这么一来艺术家就不用为了生活奔波 也不用饿肚子创作 让他们更有余裕 没有后顾之忧的来进行的挥洒自己的创意 但是我们也提到了这里还是有风险的 因为一般来讲在契约当中 并不会明定在多久的时间之内必须要完成 或是多久的时间必须要完成多少的创作 因此对于这些出钱的企业家来说 虽然说创作增值了 只要能够卖得出去就能按照契约对分 但是遇到了艺术家壮墙期或不是生产的时候 恐怕也得认赔 专注的眼神巧手雕刻 今年58岁的李光玉 在雕刻界小有知名度 捷运台大院站里面 这一座双手变成椅子的雕像 和台中国立美术馆的铜雕 您都是他的作品 每座价值百万元 工作室里好几个还没成型的作品 市场墙手已经有人包了 不愿露面的业者透露 他每年支付李光玉 将近一千万的生活费材料费 只要李光玉创作的作品卖出去 赚尽所得 双方按照契约对分 我没办法去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因为这方面的事情 对我的整个精神来讲 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帮助 艺术家不管赚定多少钱 只要不会饿肚子就好 超脱现实的艺术家性格 成了企业家的投资风险 一旦创作撞墙 自甘堕落 或是不适生产 甚至意境太过于难懂 出钱的业者就准备赔钱 所以企业家每一阵子 就要去关心底下的艺术家 毕竟创作没有期限 契约通常不会限定多久时间 必须交多少作品出来 但业者不担心艺术家的健康状况 因为很多艺术家都是死了之后 画作价值才开始飙涨 或艺术家消失或人间真发展 短暂的失踪会有 但是消失或人间真发 基本上还不至于 在消费力极强的金字塔顶端 也偏好限量的名表投资 尤其是全球限量赚表 珠宝首饰 通常会增值 但幅度难估 收藏家建议 投资自己喜欢 有心学艺术品 不要只为了赚钱 投入艺术的世界 TVB的新闻 消音场成为环林文龙 台北报道